在本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位很熟悉的中国歌手 他就是张亮颖 由于参与了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的作品《印象西湖》 张亮颖与喜多郎是共同登上了格莱美的红地坛 虽然喜多郎的音乐作品《印象西湖》在终极的奖项竞争中落败 只获得了提名 但是张亮颖的心情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一身白色素雅礼服亮相展现了东方魅力 擅长唱一门歌之前又曾经录制过《奥普拉》的访谈节目 很自然地让歌迷们联想到是否有进军格莱美的准备 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所以这一次来也是非常的幸运 然后希望跟这些非常有名非常有实力的音乐家的合作 也能够让我学到更多 想知道硬汉是怎么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